这一题其实是一个 你可以把它归成国中几何的问题 其实这种东西大概就是一个相似型 用我们现在来说法相似型其实就是三角函数 不过我们不需要回答三角函数 这里是x 我们知道这里把它画下来 这个东西就平 直接平行的拉过来 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就说这两条是平行线 所以这两个三角形 例如说这里叫做e 这叫做f 所以p这个三角形其实是什么呢 跟这个三角形是相似的 那我们要对应边了 所以对应边的话我们就来比一下 就是3比x 那就会等于什么呢 4比上这一段 这一段是怎么多少呢 我们要利用这里是直角 所以就变成4根号的什么呢 可以根号16-s 平 所以我们两边平方 其实这里就是主要的思维 就是利用到必识定理而已 那这边16-s 平 14-s 那再开根号就等于x 所以就是5分之12 分之12 那一旦问自己说他要考什么呢 在考相似型的概念 就角度一样 相似型就是一个 以前推广到高中就变成三角函数的概念 但我们不需要把三角函数搬进来 利用 妥善的利用直角 利用比例 就可以求出来 对 对